九十七岁的爸爸 还在梦境里 不吵醒他 带一首刚写好的诗 我穿过暴雨敲打的城市 穿过你静卧聆听的掏声 远处的观音山 正仰望着诚心 如果有饱满的情感 练达的语言 写诗并不需要刻意的技巧 真诚细腻 适切就是最好的技巧 虚文为带一个吻 给妈妈这一首诗 可以作为范例 这一首散文诗 描写母亲过世后 人子如何安慰九十七岁 失智木芒的老父亲 如何将父亲对老伴的思念 传达给已经在天国的母亲 诗人写九十七岁的爸爸 还在梦境里 不仅显示父亲的失忆状态 潜意识似乎也期望 这个梦境能够修补 已经残损的现实 诗中的我 模仿母亲用战斗的手 握住父亲瘦弱的手 也描写她记得 每个清晨 母亲向朝夕 晨夕 抚摸她脸颊的那一双手 手是主要意象 在这一首诗中有充分的发挥 失智的老父亲拉着孩子的手 以为是老伴的手 在手背上轻轻地吻了一吻 人子带着这个吻 穿越暴雨敲打的城市 到达观音山母亲的墓前 暴雨是天气的实际景象 也暗示 也呼应了当事人的心理 她在母亲的墓前 将手背上老父的这个吻 借由辅助 墓前的灵位 灵位给了母亲 表现亲情 这一首诗的情节 跳脱出一般的构色 表现思念 这一首诗的语会 排除了悲痛的语调 口吻极其温柔 烘托出圣洁的光晕 含蓄低调 更令人生出 忍意不住的哀感 现在请听诗人 虚吻未朗诵 带一个吻 给妈妈 带一个吻给妈妈 97岁的爸爸还在梦境里 不吵醒他 带一首刚写好的诗 我穿过暴雨敲打的城市 穿过你敬我聆听的掏声 远备 远处的观音山 正仰望着成心 爸爸渐渐失去记忆 不记得你离家了 不记得哭过 不记得心曾经剧痛过 他念着你时 我都哄着说 妈妈在看电视 要不就说 妈妈先去睡了 都是 就陷入无边的沉默中 爸爸早已忙了 也只剩幼儿 细微的听力 昨晚抱怨许久 听不见你的呼唤 我模仿你巴金森 是正的双手 颤抖握住老人 瘦弱的手掌 他微笑着千奇 轻轻一吻 银白虎渣 刺痛了我 九十七岁的爸爸 还在梦境里 我吵醒他 暴雨停歇 流苏和樱花坠落一地 春雷在云端清零 晨曦向你在每个清晨时 双手轻拂我的脸 灵灵喝口温水 在出门 来到你面前 长辈轻拂你的灵味 我带了一个吻给你 你最牵挂的一个吻 塌子 在这上